西人已成黄鹤去,此地空于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青春粒粒汉阳树,芳草七七鹰鹉周,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武汉长江大桥西起楚秦丽礁,上跨长江水道,东至中山路, 线路全长1670.4米,主桥全长1155.5米,上层桥面为双向四车道,城市主干道,设计速度100千米每小时,下层为双线铁轨,设计速度160千米每小时。 今天晚上要带大家来品尝一下这边的特色。 特色小龙虾,这边有几间店是比较出名的,你平时上一些什么点评网啊,或者是在团购什么的一些网站的,这边的几间店都非常出名,它这几间是什么有肥仔虾妆啊,还有这个小亮蒸虾。 旁边前面就是一个肥肥虾妆,它分的比较细,这是什么清蒸的蒜蓉的,就各种味道不同,然后它们特色就不一样。 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阿姨在挑这个虾,我问一下阿姨可不可以帮我,我可不可以在这拍摄。 阿姨我能不能拍拍视频,耶嘿,谢谢。 你看,这个就是阿姨在挑的这个小龙虾,很大很大一只。 虾哥拼命地在往外拍。 现在的虾是都有膏是吧? 嗯。 是不是都有黄啊? 有,都有啊。 都有。 什么时候自己放? 全部都是活着新鲜的。 你看它的这个蟹甲也非常的大啊,这一盆一盆。 刚才其实我问了一次阿姨,那个挑这个是什么意思。 但是阿姨说的是,这边地方话我不听的不太明白。 阿姨,你们坐坐,坐坐,我们去赶紧把这边衣服,去赶紧。 阿姨,你是怎么看的这虾呀?怎么样分呢? 不是分,这个样子挑起来。 这都是真小,这都是煎的,要煎的,煎的不油没小。 哦,就是分大小。 不是分大小,分那个切一小,这个是油闷的。 哦,知道了,油闷的,还是清蒸的。 哦,这是真的。 哦,哦,明白明白。 这是油闷的,这个是清蒸的。 然后阿姨就坐在这里,在这里挑这些虾, 具体是咋挑,反正是挺冒险的。 小虾一个个的也没绑着,拿那钳子特别危险。 谢谢大哥。 现在的小龙虾没有像一开始说的那么夸张了, 现在都是养殖的哈。 不是什么外来物种什么这个那个,咕咕。 一会儿带大家来的就是这一间肥肥虾庄光谷店。 来吃虾,来肥肥地道捍卫小龙虾。 一会儿我们来一起品尝一下吧。 美肥夏天曾经 不用了 你自己看 口碑人气商家 如果有朋友们来武汉旅行的话 可以来这 大众点评也是非常出名的 1819年连续两年 获得了必吃榜 大众点评 五星级商家好多年了 看来是 2010年 2009年 最早的是这个 2009年 龙虾馆 好了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 就是这个 警方提示 不要打架 打输了进病房 打赢了进老房 打架成本高 下手需谨慎 轻微打中 罚款五百一千 轻微打架 轻伤打架直接成本 重伤打架 打架附加成本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打架 做过乖 油焖螺丝虾 苏州虾辣线 消防 牛丸挺嫩 真是听风 然后这个是金苏鲜鱼 金牌油焖虾 一会我们要吃跳的 辣的跳 辣的飞起 我等到了他们四点五时 晚日开业 第一时间过来吃这个 开餐了 干煸土豆丝 这是土豆果皮蛋 凉面 是哪个来 他也什么都不吃 我一直把凉面包起来 不是说 什么凉面 你吃的 你吃的不是虾呀 是情灰 是情灰 你吃的不是虾呀 是情灰 欢迎大家来舞派 请不吝点赞